股痛热症病例激增 这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和生活 大家要进行灭蚊行动 保护自己和家人 只要两脚硬币搬大小的积水 一蚊就能产卵 如果您家里有盆栽植物 浇水后要产松干硬的泥土 还要倒掉花盆底盘的积水 每天更换花瓶里的水 还要刷洗内侧 清除温暖 水桶不用时 就要倒置存放 并抹干水桶边缘 晒衣杆撑管下以时会积水 所以用后要盖好 疏通屋顶盐槽及沟渠 还要放入BTI杀虫药 如果您住在骨痛热症的黑区 要在家中阴暗角落喷杀虫剂 还要定期使用趋纹剂 环境卫生机茶盐会上门检查 确保您家中的安全 请您配合 让我们一起对抗骨痛热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